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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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又回到試騎日 同樣的地方開始 大家可能隔了幾天 對我來說只是只是幾分鐘 我們剛才試完駕駛4之後 跟大家試這架就是R3 Yamaha的R3 哇,是有點不同 Gopro就是撐不住了 這個真的會跌的 你先放著,你先放著 你先給我先放著 不要跌著,不要跌著 是的,我們出現了一些技術問題 我們先停一旁,解決一下Gopro 真的厲害 順便停一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車 找個地方可以適合停 的士不要,的士不要 我不要,哇,真是尷尬 這一下,我剛剛太低波段了 Gopro現在不知道在拍什麼呢 就停一旁吧 現在我們就... 不如前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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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技術問題 技術問題 技術問題 不如前面吧 我們先停一旁,弄回一個 蜜線 好,四火燈 這輛車是有四火燈的 你想像一下一輛 300cc 不是一吃就沒有 300cc有四火燈 正常 正常我都沒有想過會有的 其實 因為,對 我小時候的250 剛剛都沒有四火燈 真心 他這輛車是... 猜不到 猜不到他有四火燈 你不要吵著 沒有地方夾 那就用不到這個cam 那就沒有另一個角度 那就很悶 會不會的呢 嘗試一下 是的,我們弄好才繼續 乖GoPro 我希望你能定得輸 好,我們先上車 既然我們停了這裏 不如就順便介紹一下 車的標板 所有東西吧 先打開車 先關掉四火燈 轉到旁邊 給個五 謝謝你師兄 好,我們看到標板上面 對了,有轉數 有波段顯示 速度 油剩下多少 溫度 原來速度在下面 這個是行車 這個不知道是行了多少公里 多少trip mile 指揮燈有 死火燈有 它這個 是 踢上去直接關掉 踢上去 拉下來直接測試 就好像我上了一輛2500 這樣 之後這邊 就有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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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它的幾力指摩擦 摩擦點在很近呢 所以,對 我要捉到底才可以 確保它停車 否則我一放高一點 它已經有一點點向前走 那些感覺 不要啊,GoPro 我發覺你真的頂不住 我發覺 我們唯有走慢一點 有不安啊 看著GoPro 不是重點 我們先說一下車 這邊有高燈低燈 閃 正常閃 提高提低 有高燈低燈 再加指揮燈 所有 你正常有的東西都有了 其實 坐姿上面呢 我剛才坐上這輛車上面 我就馬上對比到 這輛車的坐姿是跑的 其實 它比我弟弟的250 還要好像跑少少 因為它的腳踏比較高 我感覺到腳踏比較高 感覺上我就好像坐在電單車上面 坐在電單車上面 不是坐在電單車中間 你明白那個感覺嗎 我怎麼形容呢 要下車告訴大家 這個 重量呢 它又是168kg 它跟剛才我們試騎的 Ninja 400毫升程度上 是同一個重量的 是的 座高呢 是790mm 甚至785mm 也都跟Ninja 400毫升程度上 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 在這兩個數據一樣之下 它們唯一分別呢 就是剛才我坐上這輛車 我馬上感覺到 這輛車 它的油缸和座位 是比較闊的 是的 我170坐上這輛車 正常是可以雙腳踏地 我是可以雙腳踏地 但是我的腳踏有輕微的離地 就是因為 我兩隻腳踏上去的位置 它剛剛的位置比較闊 將我分開了那隻腳 但是我覺得不是應付不到的 是的 坐上來之後 我的座姿比較直 你看到很多人開開衣服 不可以好像這樣開 坐到直一直這樣開呢 是的 亦都可以屋前一點這樣開 都是的 但是它的腳 是真的曲著地開的 我現在是 我感覺到我的腳 是好像半蹲在地上 就是簡單說 我的腳踏比較高 是的 腳踏比較高 再加剛才我說 它有輕微向善污的可能性 其實如果我要跑 我感覺到這輛車 可以好跑一點 是的 雖然是321cc的雙缸 某程度上是小 剛才我們試過的 Ninja 400 小大概 六十幾cc 但是我覺得這輛車的坐姿 給我感覺 是跑一點 R3的感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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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形容 是 有事窮 是一些不應該事窮 有事窮 有事窮 好 好 好 窄 就是 是不是那個叫什麼 是不是有什麼叫Rider's Triangle 就是你的騎士 在電單車上的三角形 我感覺到這個三角形 是相對小小小窄一些 我是可以窮得很淺 是的 它還未知道到600RR那種窮得很淺 但是因為它的車本身 小一點 短一點 就好像一輛600cc級的車 縮小了 變成你坐上去 你還是縮小了 但是 不是不舒服那隻 每天駕駛的話 其實都可以 但是我想像到 我在這個坐姿之下 我每天駕駛的話 是相對容易少少 有肩頸薄痛 腰骨痛 那些 但這個我猜 是我自己個人問題 因為我駕駛600RR 駕駛一年 充勤代步 我是可以覺得 它有點好像 累累的感覺 同時間 我駕駛我小小的 250RR充勤代步 雖然駕駛了一個星期 都沒有 正式 但是我都感覺到 它是有少少 那個叫做 令到我肩膀好像有點累 我不知道 我自己個人 可能平時肩頸 再加上我坐辦公室 坐得多 造就出來的效果 可能是不關於車事的 的確 我們先停一旁 好 好 轉進去這裡 來 我們其實還沒進來這裡 怎麼進去那個位置呢 其實 挺漂亮的 停車 停巴士站 不如就 If you don't mind 那邊呢 踢上 對 示範燈 對 浪假 Hut Hut Sexy 是 新年份的R3 這個好像是2019年 我沒記錯 C姐 這一架 蠻漂亮的 它Facelift了 樣子全都變成 跟R6的樣子 就好像 無論是Kawasaki Yamaha 他們全部都是 向一個方向進發 就是把整個系列的車 都變成同一個樣子 對 剛才我們說 人四個頭 不是全部變成 ZX6R的樣子 現在這一屆都是 就算新的R7 都好像這個樣子 見人見智 有些人喜歡舊R3的樣子 但是 這個就好像比較前衛 我經常看到R3 我都覺得它好像差一點 因為 大家看上去這個位置 它現在好像很漂亮 但是 我會嫌它 鏡子這裡太高 什麼意思是鏡子太高呢 就是 大家我們在旁邊看 你會看到 尾巴 油光差不多高 這裡是故意高了一點 對 設計上可能就是 想讓風出在後面 讓我不會妨礙你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 你看著一個人 駕駛R3 它坐得比較直 就好像 欠缺了一些跑車的味道 但這個是實際外觀上面 剛才我正式駕駛過之後 我就明白這輛車 它的跑的感覺 分分鐘有點像 它比隱四跑少少 我覺得 隱四的定位 它好像 大駕一點點 雖然重量很相似 但是 我們看少少的 裝置已經看得出了 這輛車是用倒霍的 有ABS R3用倒霍 隱四是沒有倒霍 直霍 對 相對於你來說 其實這輛車 它的所有東西 加起來 是更加跑 或者它更加 比得你跑 其實321cc的雙缸 就是2.150 是的 但是引擎設計上 它好像 扭力上 我們待會回去 試試扭快一點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 有什麼感覺的分別 但是 坐姿上面這輛車 已經令我覺得 它是真的跑少少的 其實是高一點 是的 雖然我們 剛才看到 這裡是凹了進來 但是我坐在這裡的時候 因為可能這位置比較高 最加上我可以響線烏 其實我的腳是 我感覺上 我是坐在一輛車高少少 是的 而不是太低 是的 這個感覺是足以令我在開車的時候 會不會想跑快一點的 是的 有時候我們說什麼 車可以給到扭力 你是車本身引擎上面的設計 但是車的坐姿 是會鼓勵你想跑快一點 你跑慢一點的 我們很簡單的說 例如我們說 他們的對比RC390 RC390 好像這麼多 300-400cc入門的跑車裡面 坐姿相對是最差的一個 有些人曾經形容RC390 有點像R6 就是細駕版的R6 就是污得很淺 你長期污得很淺的狀態之後 再加上你的車要有扭力的話 你會很不自覺地上扭多一點 是的 這是一個因果的關係 這輛車雖然引擎上面 沒有引擎它大那麼多 因為的確它小CC一點 但是在300cc來說 其實它是321cc 都大一點 沒有引擎存在的時候 這些人都說 在300cc級的跑車 R3是這樣的 所以反過來 除非R3和引4比 好像差一點點 不是很貼切呢 如果我真的要比喻它和引4的分別 就好像 引4是一個 沒有什麼做開運動的跑車 就是可以跑 但是它不是做開運動的跑 這個就是做開運動 但是沒有它那麼大CC 我想另外一個比喻 好像還是長一點 引4是一個業餘的運動員 是的 他是有正職的 這個是一個正職的運動員 但是 就是叫什麼 他也有正職 但是他的正職就是 來一次 引4是一個有正職的人 有做運動 R3是有正職 有做運動之餘 他的運動量比較高 我覺得 對不起大家要接受我這樣的比喻 聽得懂就聽得懂 有些大在座的觀眾們 你明白我說什麼 你真的有R3可以幫我解話一下 或者你糾正一下我 其實我不是欠了什麼感覺 沒有腦袋流露出來呢 是 是 是的 這個東西呢 市價好像是五萬六千八百元 是的 不能生ABS 它本身有ABS 沒有剛才引4有的Superclutch 反過來來說 你可以叫做練技術 呃 樣子OK的 是的 但是多一句 是的 光看這輛車的話 它是有它自己的特性的 將這輛車放回香港市場定位上 你就會發覺全香港有很多R3 是的 我相信大家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感覺 大家一起出車的時候 你看到不同的車款 你會走去看的 你回落實看見R3 你會覺得 嗯 就是R3 你會走過去看另一輛車 這輛車沒見過 這輛車沒見過的感覺 不過呢 R3在香港演繹到 即是已經變成一輛 周圍都有 你看到不會特別的 特別的 你最多看一兩眼看 你會改了什麼 但不會問太多了 其實至少R3是 R3在香港 唉 兩輛車 剛才說的引4和R3 都是新手非常適合的 它的引擎表現上 都是細絲絲的跑車 剛才我們提到引4 你玩得多的話 你再上600級的話 是OK的 這輛車也是的 我感覺到 如果你駕駛這輛車 上到600cc級的跑車 我相信是 一個入門班 令你有這個心理準備 還有這個技術 讓你上到下一個階段 但是 同樣地 我覺得你駕駛這輛車 駕駛的 兩三年 可能你會覺得悶 兩三年都算多了 以我自己的性格 或者耐性來看的話 是 我駕駛600 玩了一年多些 我偶爾玩一下高轉 雖然我不是真的 上大山睡車那些 我也試過一兩次 但是 我 自不在此 是 但是 看看你怎樣運用這輛車 通勤代步 通勤代步來說 我覺得 試一下clutch 算輕的 沒有引4那麼輕 對 忍4真的更輕 對 通勤代步來說 我覺得 它可以有四分 即是每天駕駛的話 坐高不高 轉路上應付到 四分 對 它沒有額外電子東西去協助 剛才忍4也盡了一點 所以忍4 它可以在你每天駕駛上面 犯錯機率之下 都可以保佑到你 即是用電子支援 幫你彌補你的不足 這輛車 想你少電子東西一點 所以 你通勤代步上面的話 就少一點協助 所以 不是應付不到的 四分 周活玩 如果我們真的說 你真的想拿去跑 我覺得這輛車拿去跑 比忍4拿去跑好玩 因為 整個套裝來講 不是只看引擎 引擎 引擎大一點不代表好一點 坐姿都是配合的 其實 這輛車拿去跑 我覺得 我會覺得舒服 比我拿一輛忍4去跑 因為忍4的確 它不是很跑的 感覺 你可以改了坐姿距 好像剛才那位師兄 他改腳踏那些東西 但是 我感覺到這輛車 就不是很 忍4 不是 忍4 這輛車相對 跑多一點 所以 如果玩 周末玩樂 我給它 都是4分 至4.5 看你是不是喜歡這輛車 4分是基礎 4.5 如果你本身喜歡玩跑車 還是會睡覺 這輛車 我相信 這輛車可以給你這個感覺 但是 還有一句 駕駛得這輛車 做基礎車的 師兄師姐 或者師弟師妹妹 我很好奇 知道你們下一輛車 會想選什麼車 其實 如果你們玩這輛車做基礎 你們下一輛車會想玩什麼車 我很想知道 是啊 因為太多了 多到 什麼人都是用 用一輛R3 開始駕駛上去 兩個車都是入門級別最好玩的車 其實 不是最好玩的 最適合 最適合新手玩的車 對 是啊 我猜我們不會有機會試衣服 因為衣服已經過了少少年代 過了一個潮流 現在的衣服和飲食之間 可能都會偏向選擇飲食 除非 衣服有好的盤 你又覺得OK 預算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簡單試一下 待會兒再翻轉頭 是時候扭一扭高 看看車有什麼感覺 我們先拆過一個GoPro 是嗎 你好 哇 你的車子很不錯 對 這不是我的車子 其實 有汽車的車子 有汽車 有汽車的車子 可以幫我嗎 OK 你喜歡車子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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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你認識哪個車子 這是 這是 HONDA YAMAHA YAMAHA 好 謝謝 謝謝 OK 從前面對嗎 對 OK 1 2 3 1 2 3 1 2 3 3 1 2 3 謝謝 謝謝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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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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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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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到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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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剛才是有R3和忍4兩輛放在一起的話 就可以知道其實它會喜歡跟哪輛車影響多一點 這個回旋處好像是我弟弟炒車的回旋處 我們小心點 我可以睡覺 我感覺到可以睡覺 但我不太想睡下去 好 最後試一下高轉 好 我稱呼剛才的加速叫做不過不失 以一輛300cc來說其實都可以的 雙缸300cc來說其實都可以 新手來說其實你不會太多機會玩剛才玩的東西 某程度上也不應該太多機會玩剛才玩的東西 對 換個角度再說就是 就算大家真的玩剛才玩的那些加速度的話 這輛車的加速度都未至於去到控制不到 或者真的會嚇到你那一輛 所以 真是新手非常適合的 對 對 換下4分 平一代步都是4分 對 不過不失的一輛車 對 真的非常適合 反而都是那句 我很想知道有沒有觀眾們 你們開開其他電單車 不是新手來的 之後 是會想玩回頭 玩R3 或者是剛才我們試的Ninja400的車款 如果有的話 為甚麼 其實我很想知道你們是怎樣看這件事 是 我猜今集都到這裏差不多了 其實剛才我們停在那邊說了些話 所以 我們都是教學相長 猜不到我們開這個R3和R4的時候 還有一天 變相我是即時對比我們兩輛車的分別 是 今集就到這裏 首先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接下來應該會再有不同的 千奇百趣的電單車出現 包括有很多電動電單車 是的 如果大家想對電單車有興趣的話 就儘管 Follow我IG 或者我們的Channel 順帶一提 提一些很久沒講過的事情 就是 其實我們Channel 的初衷 的初心 就是想香港多些人開電單車 其實 因為香港多些人開電單車 開電單車的話 我相信大家的危機意識 就會越來越高 因為 我個人經歷就是 我都是先開私家車的 但是呢 當你先開私家車 一玩電單車 你就明白 原來電單車 你的駕駛態度 是會安全了很多的 有這個駕駛態度之下 我覺得你會變成更加好的司機 無論是甚麼司機都好 所以 如果大家是因為這個Channel 而去了考牌的話 是 是好事來的 多謝多謝支持 好 600級 今集就到這裡 多謝多謝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可夢 不可 不可 不可以 好 不可 不可以 收嘴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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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